体育江湖我先说 王哲林因伤缺战六周 但小将单纲的球队在开场却打出12比2的小高潮 一度取得两位数领先 并以42比37领先进入下半场 一边再战 阿布都沙拉木携手琼斯开始发力 掀起一波16比2的得分狂潮 末节比赛 琼斯的突破让上海队无法招架 最终帮助新疆队锁定胜局 此意 琼斯交出了40分15个篮板八次助攻的 准三双表现 另一场比赛中 青岛国线水产南篮 客场挑战四川南篮 结果 青岛队整场打得非常从容 全场保持领先 并最终以115比97战胜对手 在送给对手开赛五连败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战绩改写为三胜两负 本场比赛 青岛南篮五人得分上双 外援鲍威尔得到全队最高的34分 杨汉森15分11篮板五分盖 昨晚 WTT德国法兰克福冠军赛再次上演焦点之战 王楚清对阵去年亚洲杯淘汰自己的韩国猛将林中勋 后者上一轮则淘汰了另一位中国选手梁敬坤 结果王楚清大比分3比0取胜 率先晋级南单四强 另一场比赛 马龙没有给德国名将奥恰洛夫任何机会 以3个11比7横扫获胜并顺利晋级 在与奥恰洛夫的交锋中 马龙20胜林赋保持不败 清晨 2023年ATP18离大师赛南单四分之一决赛焦点大战 德约科维奇对阵米内 此前双方的三次交手 德约科维奇一胜两负且处于连败 对于小德来说 这绝对是一场复仇之战 最终经过三盘大战 德约科维奇以7比5 6比7 6比4 大比分2比1淘汰了鲁内 成功复仇并杀入到了四强 剑指大师赛40冠 体育江湖新鲜事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了